大家今天我们来聊 最拥挤岛屿 你能想象一千户人家 全部住在一个面积不到三分之一个足球场的区域上吗 在这个小小的区域上 还有各种完善的生活设施 包括酒吧 餐厅 药房 酒店 警察局 甚至还有妓院 这就是非洲维多利亚湖上的米金戈岛 这不是世界上最小的岛屿 但却是世界上最拥挤的岛屿 这些人为何都住在这样一个小小的岛屿上 这个岛上又有什么神奇的故事 今天我们就要聊聊这个奇葩的小岛 米金戈岛位于非洲最大的湖泊 维多利亚湖 这个湖也是世界第二大淡水湖 维多利亚湖大部分在坦桑尼亚和乌干达境内 一小部分在肯尼亚境内 属于三国管理 米金戈岛本来只是巨大的维多利亚湖中 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岛 位于肯尼亚和乌干达湖面的交界 渔民们在湖中捕鱼时 跨越边界是常有的事情 在很多年前 这个小岛还是个无人岛 1991年 两名肯尼亚渔民登上了小岛 那时候 岛上长满了杂草 他们成了岛上最早的居民 不知过了多久 这两名渔民离开了小岛 一直到2004年 一名乌干达渔民登上小岛定居 他在岛上只是发现了一座废弃的铁皮房子 便居为己有 随后 很多人发现 这个小岛附近的海域盛产尼罗河鲁鱼 很多鲁鱼会在米金戈岛周围残暖 这两个渔民当即宣布 这些鲁鱼都属于乌干达 这个说法一传开 就有很多乌干达渔民登上小岛 两名乌干达警察 还在岛上升起了乌干达国旗 本来这些小岛都是属于三部管区域 但某一国宣誓主权就不行了 于是 肯尼亚要求乌干达警察撤出小岛 一度还爆发的冲突 其实就是两国的警察在岛上打架 这次事件还被称为 非洲历史上最小的战争 最后两国在2009年达成协议 小岛由两国共同管理 两国共同对岛上的渔民争税 乌干达出动了12名警察 肯尼亚出动了24名警察 长期驻守该岛 有钱赚 双方都相安无事 在和解之后 这个岛上就涌来了大量的渔民 他们就是为了来捕捉 米金戈岛附近又肥又大的尼罗河鲁鱼 要说到这种鱼 本来并不是维多利亚湖的原住民 湖里本来生存了200多种野生鱼虾 水产非常丰富 但非洲大陆常年干燥 水资源匮乏 庄稼收成非常低 鱼肉就成了非洲人的美食之一 但在非洲的其他区域 湖泊里的鱼几乎被捕捉殆尽了 如果你看过非洲人是如何捕鱼的 你就会理解 为何鱼一来到了非洲 就等于是来到了地狱 在每年的非洲玛丽共和国的捕鱼日 也就是政府为了保护湖中的鱼类 每年只开放一次捕鱼 每年这个时候 数以千计的渔民会涌入这个湖泊 带上捕鱼框 等待一声令下 数千人会疯狂地跳入湖中 肆无忌惮地捞鱼 场面极为丰富 这些人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区域 湖里的数万条鱼 会在十分钟内被一扫而空 虽然这种捕鱼日是一种仪式 但可想而知 非洲其他大小湖泊里的鱼为何绝种 维多利亚湖因为面积大 多年以来 水产远消整个非洲和欧洲 为了追求最大的经济利益 1954年 乌干达和肯尼亚两国 在英国政府的建议下 在湖中引入了尼罗河鲁鱼 这是一种体型巨大 肉质鲜美 繁殖速度极快的淡水鱼类 只需要两年的时间 就能长到一到两米长 体重50到400公斤的大小 投入市场后反响非常好 但尼罗河鲁鱼 是一种非常凶猛的入侵鱼类 自从投入到维多利亚湖后 在短短的几十年内 就几乎吃光了湖中的200多种鱼类 湖里的大部分鱼类惨遭灭闻后 这些鲁鱼就开始吃枣类 吃昆虫 吃甲壳动物 甚至是吃铜类 整个维多利亚湖 都成了尼罗河鲁鱼的天下 在这种情况下 湖里的生态被严重破坏 但却让渔民们乐开了花 几十年来 渔民们就开始疯狂地 在湖中捕捉尼罗河鲁鱼 自从有人发现了 米金戈岛才是鲁鱼的老窝后 这个不起眼的小岛 就成了最热门的捕鱼地点 2009年 米金戈岛的居民只有131名 而10年之后 岛上的居民已经超过1000人 人均居住面积只有2平米 也就是还没有一张1.2米宽的单人床大 米金戈岛的密度 达到了惊人的50万人每平方公里 是北京市人口密度的335倍 也就是说 如果北京也拥有相同的人口密度 人口将达到72亿 等于是把全世界的人口都放在了北京 可以想象一下是什么场面 米金戈岛就是维多利亚湖里的一块大岩石 因为这里不是大海 所以不存在潮起潮落 不用担心小岛被淹没 所以 岛上只要是肉眼可见的区域 几乎都盖起了简易的铁皮房 房子一间挨着一间 中间只留一条狭窄的过道 在大量的渔民涌入米金戈岛后 岛上的植被和动物都灭绝了 如果你是一名游客 你想从肯尼亚岸边去到17公里外的米金戈岛 那么 你只能去坐当地的渔船 而渔民们也是开天价 一般需要8000到1万肯尼亚先令 和人民币500元左右 这还只是单程票价 你能得到的唯一服务 就是有一件救生衣 和几个和你一起同行的渔民 为什么要几个人一起同行 后面会说到 经过30分钟的航行 一座如同垃圾岛一样的岛屿出现在面前 刚刚上岛 你就会被岛上的气味冲击到 由于岛上没有厕所 大多数人都是随地解决 所以 整个岛上都散发着尿液的味道 在夹杂的鱼腥味 第一次上岛的人会非常上头 这名游客在岛上订了一家豪华酒店 这间酒店完全是极简纯玉风 薄薄的铁皮 没有任何隔音而言 如果你想干点什么 邻居是会听得一清二楚 这家酒店最大的房间 足足有4平米 但住在里面完全如同烤箱一般 周围传来的都是音乐声 但出门后 岛上的灯光又会吸引大量的蚊虫 这种环境让人无法忍受 路边随处可见各种小吃摊 炸鱼薯条 干净又未生 这名游客在房间几乎整夜未眠 他无法想象岛民们是如何忍受的 因为这种环境是无法睡好的 起来后他腰酸背痛 其实我们有时候起床也会浑身难受 这是因为我们没有选择一个好的床垫 在欧洲 销量第一的床垫品牌 就是德国的爱马床垫 这是获得超过75项国际奖项的床垫 全球累计销量超过600万张 是真正的欧洲国民床垫 爱马的original床垫 全部都在德国进行研发 采用独特的三层记忆棉 将两杆记忆棉层 减压记忆棉和高密度支撑棉 三层材料搭配 其中的两杆透气记忆棉是专利技术 干扰设计能让你体验超高的睡眠之类 减压记忆棉是美国NASA研究太空船的特殊材质 贴合人体脊椎 减缓对血管神经的压力 可以达到睡眠的减压效果 高密度支撑棉是3D切面 提供最好的身体衬托 无论你是侧睡 趴睡或养睡 都能完美支撑脊椎 因为床垫的好坏需要一段时间的体验 所以爱马床垫贴心的推出了100天免费试睡 还有10年保固 免费道普完装 爱马特意给我邮寄了一个床垫 经过了一个月的试睡 我发现这款床垫和之前我使用过的床垫 最大的不同是 它的软硬程度刚刚好 特别是睡上去有一种包裹 每天起床都有种充电满格的感觉 另外一个惊喜就是它的包装 因为床垫都是大型家居 往往运输和搬运都很困难 但收到爱马的床垫 我发现它是一个很创新的压缩型包装 只有很小的体积 打开安装毫不费力 一个人完成安装都没有问题 爱马床垫的外层是可拆洗的床垫补套 另外还可以购买保护套 透气防埋防水 即便是宠物和小孩的家庭 或是女性生理器 都不用担心会弄脏床垫 如果床垫保护套或布套脏了 直接丢进洗衣机就可以清洗 非常方便 在价格方面 爱马拥有顶级床垫的工艺和品质 但是性价比却很高 在欧洲多国被评为 价值是价格两倍的床垫 目前爱马的官网有618狂欢活动 最低55车 粉丝专属全品额外再救生 如果有对床垫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直接点击说明栏的链接 就可以直接带入优惠码 使用优惠码就可以直接享受优惠 人的一生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睡眠中 选择一款好的床垫真的很重要 祝大家都能睡个好觉 第二天 这名游客来到了岛上的一家早餐店 喝了一杯茶 吃了一个手工煎饼 这里的物价完全取决于天气 天气不好时 大陆来的送货船只就少 小岛的物价就会飞涨 每天商品的价格都会变动 当他走在岛上最宽的一条马路上时 发现这里的生活设施很齐全 你几乎可以买到任何生活必需品 岛上还有裁缝店 做出的衣服 和肯尼亚本土商店买到的无二支 而且这里还有一家诊所 这名医生在岛上已经待了11年了 而他之所以能够在这里开诊所 是因为他和乌干达政府有关系 这名游客之后来到了岛上最大的一座铁皮建筑 咖啡馆 这里是全岛的娱乐中心 因为这里是岛上唯一能够接收的电视信号的地方 岛民们每天都会聚集在这里看球赛 肯尼亚人和乌干达人会因为对足球的共同喜好 让他们和平相处 岛上的女性一大部分都是给渔民做饭的 非洲人的主食是一种叫做富富的食物 这是使用富含淀粉的可食用根茎植物提炼出来的食物 原料通常是非洲当地的牧属 通过蒸煮的方式提取出淀粉物质 再加上不断拍打形成的一种非米非面的食物 富富深受非洲人的喜爱 饱腹感特别强 吃一顿就可以扛一天 然后继续干活 富富的正宗吃法是配上热乎乎的西红柿汤 辣辣的鱼汤或肉汤 浇在富富上 一定要趁热吃 不能使用任何餐具 捏成小团 蘸上汤汁吃 非洲人非常喜欢这种食物 吃的时候狼吞虎咽 感觉非常美味 但据吃过的人说 富富吃起来就是一种黏乎乎的绸状物 跟年糕一样没有韧性 吃过以后就会立刻粘巧到传说中的一种食物 也就是大饥荒时期的观音土 虽然他从来没有吃过这种东西 这名游客提出想去海上体验钓鱼 但渔民告诉他 出海钓鱼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这里经常有海盗出没 这些海盗会伪装成渔民 到处打结 最后他们提供了一名武装警卫 才敢出海 除了海盗打结 高昂的税收 渔民们还要给两国的警察交保护费 所以在这种夹缝中养家糊口 非常不容易 经过一天的打鱼 他们只收获了23公斤的鲁鱼 体型都非常小 因为大的鲁鱼几乎被打捞完了 小鲁鱼还没长大 就被打捞上来了 近年来已经看不到 体型超过一米的鲁鱼了 而岛上的渔民 除了看球赛这种休闲活动 还有就是去妓院 美金戈岛上有四座妓院 但是由于渔民收入的减少 这些妓院的生意也一落千丈 岛上的渔民共拥有800艘渔船 每天往返米金戈岛和肯尼亚岸边的市场 把打捞上来的尼罗河鲁鱼售卖出去 这个市场出售给外面的价格是 15美元每公斤 但收渔民的价格只有1.5美元每公斤 但即便如此 渔民在当地也是妥妥的高收入人群 他们补鱼一周的收入 就相当于其他非洲人3到6个月的收入 这也就是为什么米金戈岛的环境如此恶劣 还能吸引到这么多人来的原因 此外这里还有很多专门服务于岛上渔民的小船 带来岸上的肉类 蔬菜和生活用品收卖 这个小小的米金戈岛 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 但由于近些年来无限制的打捞 和非洲大陆温度的上升 自2000年以来 维多利亚湖的湖水水位下降了130厘米 温度的升高 还有常年累月渔民不断往湖里 请到排泄物的行为 让整个湖水负一样化加剧 藻类疯涨 本来这些藻类是鲁鱼的食物 但由于鲁鱼被打捞得太快 导致藻类无法及时被鲁鱼吃掉 面积进一步扩大 又消耗了湖里的氧气 鲁鱼的生存率再进一步降低 而渔民的数量却逐年增多 一些渔民为了能打捞到更多的鱼 使用类似于绝护网大小的网眼 在维多利亚湖上过度捕捞 就连体长不到30厘米的尼罗河鲁鱼 也被捕捞上市 这种节泽而鱼的捕捞方式 很快就会把湖中的鲁鱼打捞殆尽 在20年前 米金戈岛每天能够打捞3吨的鲁鱼 但这一数量下降到1吨不到 现在已经很难见到半米以上的鲁鱼了 而那些几百公斤的鲁鱼 已经成为了历史 整个维多利亚湖的生态系统 正处于崩溃的边缘 如果不加以控制 就算是尼罗河鲁鱼这种繁殖能力 如此强悍的入侵鱼类 也会被打捞干净 虽然米金戈岛如此拥挤 但其实在小岛的几十米开外 就有一座巨大的岛屿 尤金戈岛 面积是米金戈岛的十几倍 但这座岛屿上 却没有一户居民 因为当地有一个传说 说岛上有恶魔 所有在岛上过夜的人都会死去 所以他们认为这个岛不吉利 所有人宁可在小小的米金戈岛上 也不愿意搬到几十米开外的 尤金戈岛 尽管米金戈岛又小又几 还充满危险 捕鱼的收入还逐年下降 当地人还是不愿意搬离这里 这是因为 他们早已熟悉这里的一切 我们的很多人 都像米金戈岛的渔民一样 即便在一个工作岗位上 看不到前途 也不愿意跳脱出自己的舒适圈 去寻找更大的天地 好 最后本期视频全部留 感谢大家关注小杨哥来了 我们下期再见 Peac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